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月7号 我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首批颁发仪式举行 颁发仪式在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四平战役纪念馆 吉林杨静宇干部学院四保陵江战役纪念馆 前国县茶干湖镇 通宜县向海乡复兴村和汪京县非公党建指导服务中心同步举行 获得首批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党员们激动地表示 纪念章是党对人民的关心和关爱 是荣誉也是责任 今后将更加努力为党和人民服务 牢记党的教导 听党话 跟党走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吉林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在有生之年 我要做到退休不退社 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传递正能量 有一份热 发一份光 我一定不辜负党中原和西总书记的希望 把党员的先锋和谋判作用 发挥到底 到50年前在打击下宣读的入党誓词 进行终身 这个将上 我准备回去 叫儿女多看一看 顺着看一看 让他们也做一个共产党员 永远跟党走 年纪大了也要花火点余热 共产党人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因为有了这些老党员的奋斗 老党员的奉献 老党员的辛勤工作 才迎来了今天的一个幸福生活 我们真的不能忘记这些老党员对革命建设的一个贡献 老党员都退休不退制 退休之后都在我们社区发挥以热 继续为居民服务 这也激励着我们年轻的社区工作者 年轻的党员 要向老党员学习 他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精神 我们年轻党员 要始终牢记老党员的历史功绩 永担历史赋予的时代责任 在历史接续奋斗中 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 在继承先辈优良传统中 坚定走向未来 称起百年大党的争争吉良 向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工作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一步 全面启动纪念章颁发工作后 预计7月1号前 我省将有10万余名党员获颁纪念章 6月8号 由吉林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传承红色基因 更续红色血脉 思想祝魂高端论坛 在长春举行 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李景田指出 吉林省深入冠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组织实施了传承红色基因 更续红色血脉 思想祝魂行动计划 此次论坛作为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 凝聚广泛共识 提振信心决心 汇聚强大力量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恩惠做主旨发言 张恩惠指出 举办这次论坛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是宣传推介红色基林的重要平台 传承红色基因 更续红色血脉 必须切实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必须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有力传播者 忠实实践者 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必须实质拼搏奋斗 在新时代吉林进行中 体现新担当 实现新突破 展现新作为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中央编译局局长柴芳果出席并致词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中杰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原院务委员冯骏等分别做主题发言 6月8号 省委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我省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安排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省委新闻发言人 石玉刚做主旨发布 庆祝活动安排主要内容包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全省两优一线评选表彰 举办信仰的力量 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专场文艺演出 召开全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理论研讨会 创作推出文艺作品和出版物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9个方面内容 7月1日上午 中共中央将在北京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吉林省将按照党中央的要求 认真组织收听收看 并召开座谈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同时我们还将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国基层宣讲等多种形式 深入开展学习宣传活动 用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行动 凝聚智慧力量 省委将引导推动全省党员干部 学史名理 学史增信 学史重德 学史力行 学党史误思想 办实事 开心局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经验性成果 并正向纵深发展 扎实开展 四史宣传教育 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实质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广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七一前夕 省委将召开表彰大会 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基层党组织 组织全省社科界的专家学者 评选出一百篇优秀理论文章 编印出版论文集 同时将在省博物院浓缩展示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用舞剧 音乐 舞蹈师 电视剧 电影 纪录片 小说等文艺作品 欧哥党的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宝贵经验 录制专场为演出 在吉林卫视播出 此外还将组织开展走访慰问 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 生活困难党员 老党员 老干部和劣势遗属 因功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活动 开展永远跟党走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党籍在基层一线 高高飘扬等主题实践活动 开展入党宣誓 讲党课 优秀党课展播等宣传教育活动 此外 我省还对社会氛围的营造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 系列主题新闻宣传等工作 也做了具体安排部署 各地区各部门将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 结合实际 在坚持正确方向 广泛动员群众 着力改善民生 严格规范要求的基础上 组织开展相关庆祝活动 近日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百名红色讲解员讲百年党史宣讲活动开始 首场宣讲走进省职文理系统 宣讲团成员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 讲述在吉林大地上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故事 全是党历经百年风华正茂 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 一段段风云激荡的红色历史 一个个鼓舞人心的红色故事 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通过这次宣讲活动我深深的受到了感染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要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要为吉林的全方位振兴 做出自己应用的贡献 把属于我们吉林的家乡的红色故事 讲给更多的人听 对大家进行的一次党性教育的同时 这也是对我心灵上的一次启迪 下一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将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 持续推进百名红色讲解员 讲百年党史宣讲活动 走进机关 学校 部队 社区 开设数十场系列宣讲活动 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好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各地各部门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成为民办时事 解难事的实际行动 努力解决百姓生活中的难点 读点 把时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在我为群众办时事实现活动中 延级市公安局把重点放在 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安全感和满意度上 推出了三个服务 一个绿色通道 三个服务是厌室服务 预约服务 还有上面服务 绿色通道是为急需身份证的特殊群体 还有参加高考的高考生 提供绿色通道 今年4月初以来 延级市公安局通过三个服务 一个绿色通道模式 为群众办理身份证 户口 居住证业务51件 上门为四位老人办理身份证 护照 走访群众75户 协调解决各类困难和问题26件 日前 吉安市各乡镇开展惠农通便民缴费活动 开启了银税合作新模式 家住吉安市太盟镇前门村的高福军 今年49岁 社保等费用一直是个人征奖 得去五公里以外的村部 距离远不说 农忙时根本抽不开身 如今 惠农通服务来到了高福军家门口 社保缴费对他来说再也不是麻烦事了 现在经过税务和农行亲自上门服务 所以我们方便了很多 节省了许多时间 这项服务对我们特别贴心 目前 吉安市已在11个乡镇 127个村设置便民缴费服务网点 让用户在家门口就能办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业务 大安市长虹街道将志愿服务活动 与我为群众办实施实践活动有机融合 日前 大安市长虹街道党工委联合眼科医院 走进社区为市民免费进行眼病专科检查 为社区居民讲解眼科疾病防治知识 随着雨季到来 通话市东昌区洞泉社区 频繁出现下水井反赃的问题 影响群众出行 通话市住建局接到社区居民反应后 立即启动专项维修计划 安排施工队伍前往排查修复 对排水井盖破损 管道堵塞 下水淤堵和泡水等问题 开展集中治理 同时对小区内路面坑发 人行道边时破损 步道砖移位等问题进行维修 现在路好走了 居民的心也敞亮了 顺势大的 走这个道吧 有水有泥的 完了坑中完了 绝对不好走 这个修好了 大伙老高兴了 镇来县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再提升行动 镇来镇假期村围绕池塘沟曲等五项清洁 柴堆菜堆粪堆等石堆清理 农机聚乱停 脏水乱倒 生畜乱跑等八乱治理 摸索总结出两项制度 即保洁制度和监管制度 兵行场可复制的假期经验在全线推广 保洁员负责公共区域的卫生 农户整理自家庭院 我们这个村两委成员负责 包票 这个责任人直接是报备给镇党委 镇党委会定期的不定期的 深入各村各屯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 直接对这个包票的责任人进行问责 通过综合治理 村子的风貌焕然一新 村民幸福感和满意度得到提升 白山市公安机关坚持从群众利益出发 将我为群众拜实施实践活动 贯穿到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全过程 用一件件暖心事一次次解民忧 拉近警民距离和谐警民关系 都是一窗送礼 收礼完之后一两天内 他就给你忧到你的那个地址上 不用自己去来进去去 白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 推出了精准服务群众的创新举措 节日周末不打烊 收到群众的欢迎 周六周日上午办了业务 这块服务比较贴心的 然后也为我们这个办理业务 提供很大的便利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走进延边革命烈史陵园 追忆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延边革命烈史陵园 坐落于延吉市人民公园北侧 始建于1992年 陵园内建有牌楼 革命烈史纪念碑 雕塑 烈史纪念馆 烈史墓区等纪念建筑物 是全国唯一的朝鲜族革命烈史纪念 设施保护单位 1995年被民政部确定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1年被中宣部命名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每年接待参观群众 约10万人次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